今天花一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露台花园 搭配比较难看因为我的品种还比较少 先来看右边 这里有一颗大夜伞 一个春雨小天使 一株茶花 这是绣球 这是一株两米高的柠檬树 这个是一个蕨类植物 之前放在室内长得不太好 现在放在外面录养一段时间 然后这里这是我的一颗月季 红月买的 这里全是月季 超级喜欢月季 你看现在还在长花苞 这个里面是一只死掉的壁虎 我妈种在我花盆里的葱 这个收集昆虫的小屋子 但没什么用 一只昆虫都没有 这个是月季花自由精神 长了一只笋牙 大概有两米了 最近很喜欢的这一盆叫黑海鱼 然后跟着我的视线往上走 我在屋顶造了一个楼梯 熊猫井 小苍蓝 这是树根的 忘了银莲花 这是猪顶红 香豌豆 小苍蓝 虎皮蓝 这也是小苍蓝 小苍蓝有很多个颜色 再往上走 这是我光秃秃的顶楼露台了 放了一个堆肥香 一个三角莓 还有我妈种的一些蔬菜 往左边不好意思 这里好乱 这是我的果园区 因为采光比较好 所以我在这又放了一颗月季小一定园 明年应该会有很多的花 然后后面是无花果 长了很多个果子 但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变红希望吧 然后这个叶子发黄的是桑圣 这是一棵树梅 因为我今年第一次种比较蠢 把秋天的结果的枝条都给剪了 所以现在没有果子 这是一棵橘子 具体是什么品种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被果蝇 产过卵了 这个不能吃了 这个挺完整的 快要黄了 这个叶子尖尖的就是 菠萝的头我 我问水果店老板要过来的 拿过来的时候非常小 现在种在花盆里变这么大了 我把它放在树梅的旁边 防止小鸟把树梅都给吃了 但实际上这个树梅线 秋冬了已经不好吃了 就是不够甜 你看因为下雨 发霉了 这是一棵桃树 前段时间买了只花了30块钱 这是红月买的架 已经要开花了 这是枫树挺高的 差不多有一米一米六五 比我高 365块钱买的 这是蓝梅一号蓝梅二号 蓝梅三号蓝梅三号也是 但是有发疤了 花包在哪 但今年夏天度假的时候没有照过好 所以它长得不是很好 这是朋友给我的一颗苹果 但好像夏天全是红蜘蛛 我也没有打药 所以就挺惨的 然后这颗是樱桃 夏天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只小壁虎 爬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李子吧 反而也是红蜘蛛 但它至少开花了 现在正在开花 我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结 好再看过来 这边 这边是朋友放在我这寄养的多肉植物 我就一秒钟变成了多肉大户了 具体什么品种我也叫不上来 总之这 这个叫雨滴 别的太相似了 我都分不清楚 这些状态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一批 左边这些都是种在他自己家的阳台上 太通风太不好了 所以之前长得很差 都是绿色的 放到我家来了以后 状态开始变红了 再往那边看是我妈的 我妈种的菜 我要从这里翻过去 不好意思 它的菜地特别的乱 我下次帮它收拾一下 因为有很多鸟 所以上面挂了我 这个菜地呢 已经产了好多菜了 吃得非常开心 好了今天就介绍完了 本来想花一分钟 结果花了六分多钟